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灵正道 各位主亲爱的,大家晚上平安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来分享主耶稣的讲道局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每天都在吃 有些人吃得很多 有些人吃得很少 有些人甚至没得吃 有时是我们请别人吃 有时是人家请我们吃 今天我传道与大家分享的是 主耶稣请吃饭 那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请人吃饭呢 有还是没有呢 还是你已经忘了 我们从圣经上来看 耶稣请吃饭 第一我们看到主耶稣请吃饭 不是请一两个人吃饭 也不是请一两百人吃饭 主耶稣请好几千人吃饭 你请过最多的人是多少呀 一两个朋友吃饭 整家人十几个人吃饭 最多就是结婚那一天 开几十座几十围 那也是几百个人而已 而且那个也不是你请的 应该是你父母请的 主耶稣请吃饭 请几千人的呀 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八章 主耶稣提起 他曾经请过好多人吃饭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提起呢 他的背景是从十四节开始 这里说门徒忘了带饼 在船上除了一个饼 什么别的事物都没有 只有一个饼 这么多人要吃 那么在船上至少有多少个人 你自己算算看 一个人啊 只有一块一个饼 叫耶稣吃什么呀 这是主耶稣他们生活上 常常饿肚子的 常常没东西吃的 然后主耶稣突然间 第十五节 就提醒门徒说 你们要仿佩法利赛人的笑 还有虚利的笑 十六节说 他们就搞错了 听错了主耶稣讲道的意思 那他们在彼此一论说 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吗 因为没有饼 所以主耶稣在讲笑的道理 你会不会也像门徒这样糊涂 这样常常误会主耶稣 主耶稣在讲信仰的笑 信仰的问题 他们却在想到吃饭 吃饼的问题 吃饭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只有一块饼 大家都独自饿了 又不敢去吃 不懂也要谁去吃 不懂要给谁吃 所以脑海里都是吃吃吃 人耶稣讲的道理 把它当成是吃饭的道理 传道的意思说 你会不会也好像门徒这样 那十七节 主耶稣看住他们的误会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就在那边议论纷纷 学徒问他们三件事情 第一 你们还不醒悟吗 还不醒过来吗 第二 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吗 做这么多神 行了这么多神迹 讲这么多道理 你们还不明白吗 第三 你们的心还是 移完吗 的心还是这么移完 这么硬吗 这么 移完 哎呀 十八节 你们有眼睛看 但是看不见 每天都看神迹 还是看不见 有耳朵听 天天都在听耶稣讲道 听不见 听不明白啊 听了也不记得吗 听是有听啊 听了又不记得吗 又忘了吗 这好像都在讲我们 今天我们的信徒 这里所讲的 耶稣所讲的 所提醒的 不正是我们今天 很多信徒的信仰状况吗 机会的情形吗 isn't the Lord Jesus also reminding us and isn't he also describing what's happening to us during our service 主耶稣就开始提出 提起他曾经请吃饭的事情 so the Lord Jesus brought to mind the fact that he once gave them a feast 请读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we read verses 19 to 21 verse 19 when I broke the five loaves for the five thousand how many baskets full of fragments did you take up they said to him twelve verse 20 also when I broke the seven for the four thousand how many large baskets full of fragments did you take up and they said seven twenty one so he said to them how is it you do not understand 是吗 所以主提出 曾经给五千 请五千个人吃饭 有没有 Jesus brought to mind the fact that he gave he broke the five loaves for five thousand 还装满了多少栏 还剩下多少呀 and how many fragments how many baskets full of fragments 那五千人 圣经告诉我们 只是算男孩子 男人而已 妇女跟孩子 没有算进去 如果把孩子 跟那些妇女 算进去 最少也有六七千吧 最少 过后耶稣说 又用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吃 你们忘了吗 这些都是主耶稣 曾经请人吃饭的一些神迹 请吃饭的一些神迹 一些道理 那背景都是因为他们没得吃 圣经讲 比如说行这个便比五千人吃的时候 说因为天晚日落 很多人没有事物吃 那从这里我们看到 主耶稣除了很照顾我们的灵魂生命 他其实也时常关心我们的肉体生命 肉体的生活 两次的请吃饭都是因为他们饿了 独自饿了 没东西吃了 这些灵魂是因为他们饿了 而耶稣吃饭 不行我们就看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可以读 Mark 8.1-2 请命 Mark 8.1 In those days the multitude being very great and have nothing to eat Jesus called his disciples to him and said to them I have compassion on the multitude because they have now continued with me three days and have nothing to eat 3 and if I send them away hungry to their own houses they will faint on the way for some of them have come from afar 主耶稣不但很关心我们的灵魂生命 他其实也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的问题 吃饭的问题 他说他们在这里已经三天了 要吃的东西也吃完 也没有东西吃了 主耶稣还说第三节说 如果现在叫他们散开 叫他们回家 他们一定在路上倒下去 饿到没力气走路 他们一定会昏倒 疲乏在路上 因为有一些是从很远 觉得说很远的地方来的 所以从这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真的很关心 我们的生活吃饭问题 周底的需要 所以在他的讲道当中 他常常叫我们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对不对 他还叫我们看天上的飞鸟 又叫我们去思想 那个所罗门王的勇华 那种富足 但是还比不上野地的一朵小花 在主耶稣的讲道里面 常常都叫我们不要太忧虑 太忧虑生活的事情 可是我们今天 生活的问题 是我们最忧虑的事 就是最忧虑的事情 就是生活的问题 我们今天所忧虑的 跟耶稣的道理是冲突的 跟耶稣所讲的 所要求的是冲突的 请看马太福音书6章 Let us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6 verse 25 请念 Matthew 6 verse 25 Therefore I say to you Do not worry about your life What you will eat or what you will drink Not about your body What you will put on Is not life more than food And the body more than clothing 这里说不要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Is it what the Lord Jesus said Do not worry about your life What you eat or what you drink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 And what is the message 重点是二十四节 拜马门啊 因为精神钱财的问题 Vest 24 tells us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is amendment about wealth 那从主耶稣的起吃饭当中 主耶稣就很明显的 很清楚的 他不会让我们饿毒子的 很清楚的神迹 两次都是这样 From these two miracles We can see that From these two miracles We can see that Jesus invited us to eat We can see that Jesus will never allow us to go hungry 但是我们人就是 很会忧愁呀 But as human beings We are often very anxious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这样说 有一句话这样说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at goes 我们既忧百年无米吹 幼忧无命获百年 我们很忧虑 我们的米啊 不够我们吃到一百年 不够啊 We are worried that our rice will not last us for a hundred years 我们只预备到九十年 我们可以吃到九十年 我们忧虑自己 不能够吃到一百年 We have only prepared for 90 years But we are afraid that We may last The grain may not last us for a hundred years 可是当你预备到 你可以吃到一百岁 都吃不完的时候呢 你又来忧虑 忧虑什么 忧虑自己活不到一百岁 又来忧虑第二个忧虑 But then after that You will have another worry whereby you will worry that you will not live to a hundred years to be able to finish the rice that you have collected 这情况说出我们今天 世人的心态 很真实的 This saying describes very well Our attitude today 已经可以吃到几十年 都没问题了 不会饿死了 已经有几十年可以吃了 We have food that can last us for decades 但是我们担忧 吃不到一百岁 那个米吃不到一百岁 因为唇不够啊 那个退休金不够啊 But sometimes we worry that our retirement fund will not last us that long 七八十岁都没问题的 Perhaps seven to eighty years old shouldn't be a problem 如果我活到一百岁呢 那我退休金就没有了 吃完了啊 But you may wonder if you live until a hundred years old your retirement fund may not last you that long So you现在是不是 每天都在烦恼 这个事情 So are you anxious about this now 等到你的退休金 很多可以吃到一百岁 一百多岁都没问题 吃不完了 因为你有钱了嘛 then a day may come when your retirement fund is enough to last you until a hundred years 现在又一直在忧虑 自己活不到一百岁啊 一直在担忧啊 那我活不到一百岁 那怎么办啊 then you will worry that you may not live until a hundred years old to see through your retirement fund 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话 那西方人也有一句话 这样讲 优利可以杀死猫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原来西方人也相信 猫有九命 猫是很难死掉的啦 但是你优利啊 常常优利优利啊 你连九条命都不够啊 优利一直优利 连九条命都不够你 都不够啊 but with your anxiety and worries even if you have nine lives it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其实中国人 跟西方人的俗语啊 都在说出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时刻 时刻在忧虑 有也忧虑 没有也在忧虑 都一直在忧虑 讲完过后呢 请看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书六章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有利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不要再有利这些了啦 三十二节耶稣讲更清楚 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了 外邦人 外邦人知道吗 Jesus is very clear in verse 32 that all these things are what the Gentiles 请问你是外邦人吗 are you a Gentile if you worry for this and for that then you are likened unto a Gentile because only a Gentile will not depend on God and God will do not bless them they do not have the heavenly father 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 这一切就是 包括一切生活的需要 你们天父是知道的呀 他不是不知道呀 你现在缺少什么 他知道啊 你现在需要什么 他也知道啊 你现在 现在缺多少 他也知道呀 主耶稣 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只是吃饭 孩子吃饭 自己吃饭 绝对没问题 绝对一定会给我们 他自己保证说 不会让你们饿的 饿死的啦 我绝对不会啦 今天你说的不够 一直担忧 是你贪心 我们贪心 but today when you say you do not have enough it is because of our greed 就好像你有一辆车 有一种Proton Saga 可以这样 你不要啊 你要做我们的实力啊 那有什么好讲呢 你要去贷款 贷几百千 来欠 来每个月工 那有什么好讲呢 just like you have a simple Proton Saga but you are not contented with it you want to take a loan to pay a few hundred or few thousand a month just to buy a Mercedes 好像你有一间不只住啊 也蛮舒服两层楼的啊 但是你觉得不满意啊 你要去住Bungalow啊 要挣两三百万这样去贷款啊 所以你每个月要供好多钱啊 那你自己拿来辛苦呀 怪主耶稣吗 你要怪耶稣吗 you have a simple double story house but you are not contented with it you want a detached Bungalow house so you buy you purchase it with two or three million and you have to pay a lot of installment so with all this anxiety will you blame Jesus 一样的 我们今天手机一千块 千多两千块的 已经很好用了 我们要最新的啊 要四五千块的 那你不是很辛苦的 当然辛苦啦 当然常常觉得钱不够用啦 肯定的嘛 一两千块的你不要啊 你要五六千块的嘛 现在听说最新的六七千块是嘛 你就是要那个 那你真的去买啊 那你会怪耶稣啊 so with one two thousand one or two thousand ringgit of smartphone would be good enough for our use but you are not contented with it we want something that is more high-tech which is costing us five to six thousand so we do not have enough and are we going to blame Jesus for not blessing us 所以这里说 天父会 我们所吸用的天父是会 加给我们 但是他不会满足我们的贪心 他只会帮助 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他不会满足我们的贪心 绝对不会 here it tells us that our lord jesus will satisfy our needs but he will not satisfy by our greed 以前啊 好 以前 在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人走旷野 他们是要吃麻纳 还是要求要吃肉 我们发现到他们常常吃压的麻纳 他们要求要吃肉 we notice that very often they murmur against god and they wanted to eat meat instead 在旷野 在旷野有麻纳吃已经很偷笑了 还是他们不满足了 所以不是没得吃的问题 他们是要吃的是另一种层次的问题 so it is not about whether they have food to eat it is that they want to have better food 不是需要的问题 需要是已经有了 是贪心的问题 it is not about their needs but it is about their greed 那我们今天信徒在这个世界 so we as christians in this world 我们要追求的是必需品 还是要奢侈品 必需品就是有一些需要的 还是要求一些很豪华的 可以不需要的 耶稣请吃饭 你吃得满意吗 吃得快乐吗 还是觉得主耶稣请吃饭 不好吃的 太简单 所以如果是这样 就不是没有饭吃咯 是你自己贪心的咯 我们在看 主耶稣请吃饭的第二篇道理 we shall take a look at the second teaching of the lord jesus inviting us to eat 他请门徒吃早餐 he invited he treated the disciples to breakfast 为什么无缘无故 会请他们吃早餐呢 why did jesus suddenly treated them to breakfast 背景也是没得吃啊 and the background is because they have no food to eat 请看亚福音书二十一章 let's turn to john chapter 21 请读第三节 verse 3 John 21 verse 3 Simon Peter said to them I am going fishing they said to him we are going with you also they went out and immediately got into the boat and that night they caught nothing 是吗 他们都是捕鱼的高手 也是专业的捕鱼人士 结果 一条鱼都捕不到 一整夜 一条鱼都捕不到 they were very skillful in fishing and they were also fishermen by profession but that night they did not catch any fish 你以为你有专业文凭 有专业知识 很了不起是吗 一定没问题是吗 你看他们啊 专业又怎么样啊 专业还是一条鱼都捕不到啊 do you think that you are very skillful because you have that certificate look at them they were very skillful too but they could not get anything 你以为你很有经验啊 经验啊 我有几十年打鱼的经验 经验又怎么样啊 一条鱼都打不到啊 even though they may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fishing for decades but that night they caught nothing 这时候 主耶稣就问他们了 so at that time the Lord Jesus asked them 第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Jesus asked them children have you any food 那第四节说 天将亮的时候 就是 要天亮的时候 耶稣就显现了 then Jesus appeared to them as it was breaking as dawn was breaking 那么我们再读这个 十二节 到十三 十二节 我们在读第九节 we read verse 9 verse 9 then as soon as they had come to land they saw a fire of coals there and fish laid on it and bread 虽然他们捕了很多鱼啊 但是那个鱼啊 是不能 还不能够吃的 因为是活生生的 还没有煮的 要怎么吃啊 独子现在饿了 饿了一整个晚上了 一整天啊 although they caught many fish but they were not able to eat it because it was still raw 是很多鱼啊 但是不能够马上拿来吃啊 there was a lot of fish but they could not eat it right then because it was still raw 所以你不用担心 but then Jesus said do not worry Jesus has already prepared for them 九节说 他们一上了岸 一上岸了 就看见岸上那边 有炭火 上面有鱼又有饼啊 属于做的 这些早餐是属于准备的 verse 9 as soon as they came to land they saw a fire of coals there and fish let not eat and bread who prepared all this 那么第十节 耶稣说 把刚才打的几条鱼拿上来 你以为耶稣要你的吗 你还没有拿鱼上来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准备好鱼跟饼在那边了 然后才要求你拿一些鱼给他 你就算没有拿几条鱼给主耶稣 主耶稣都已经准备好了 都为你准备了 耶稣要你的鱼做什么呀 even if you had not given Jesus your fish the fish that you caught Jesus also had his own fish for you 原来主耶稣要我们奉献拿几条鱼给他是给我们机会罢了 给我们机会来感恩而已 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要鱼来做什么 带回家呀 带去天国呀 十二节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 吃早餐 他们敢来吃吗 我们发现到他们不敢来吃 吓到他们啦 吓坏他们 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不是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吗 这时候的耶稣是护活荣耀的主啊 独一的真神 是荣耀圣洁的主啊 护活的主啊 生命的主来的呀 那结果耶稣在做什么呢 除了准备早餐 十三节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做好的早饭给他们 还要捧到他们面前给他们吃啊 拿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吃啊 我的天啊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 主耶稣是主厨 也是带者 是主厨那个师父 主的 同时也是那个招待员啊 从 here we can see that not only was Jesus the chef Jesus was also like a waiter waiter 对 主耶稣现在是荣耀的主来的哦 他还在做铺人的工作 这个就是铺人的工作来的嘛 at that time Jesus was the glorious Jesus but this is the work of a very lowly person 我们再次看到耶稣请吃饭 once again we see that Jesus gave them food to eat 而是又很用心的 亲手的 亲自的来煮饭给我们吃啊 来做早餐给我们吃啊 and Jesus did it in a very good way he prepared the breakfast and he brought it before us 那背景也是因为 肚子饿啦 没东西吃啦 and the background is because the disciples were hungry and they had no food to eat 而我们继续看 耶稣请吃饭 we continue to see Jesus inviting us for food 我们 但是这一次呢 所以说说 好多人都拒绝耶稣的邀请 都不拒绝耶稣的请吃 this time we see that Jesus said many have rejected him 请看这个路加福音书的十四章 we turn to Luke chapter 14 我们读十六到二十三节 we read from verse 16 to 23 Luke 14 verse 16 then he said to him a certain man gave him gave a great supper and invited many 17 and sent his servant at supper time to say to those who were invited come for all things are now ready 18 but they all with one accord began to make excuses the first said to him i have bought a piece of ground and i must go and see it ask you to have me excused 19 and another said i have bought five yoke of oxen and i am going to test them i ask you to have me excused 20 still another said i have married a wife and therefore i cannot come 21 so that servant came and reported these things to his master then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being angry said to his servant go out quickly into the streets and lanes of the city and bring in here the poor and the maim and the lame 22 and the servant said master it is done as you commanded and still there is room 23 then the master said to the servant go out into the highways and hedges and compel them to come in that my house may be filled 这里在主耶稣在说 神国的宴禧 主耶稣亲自请我们去赴宴禧 and here it tells us that the lord jesus personally invited us to this feast 那讲这个背景呢也是在讲请吃饭的道理 背景也是请吃饭的道理 the background to this is also jesus giving them a feast 你有时间自己去看12节到13节 24节 Jesus treating them to food and if you have the time to read you can read verses12-13 你应该要请谁来吃饭 who are the people that you should invite 我们发现到这里 所以15节就有一个人 听到绝书在讲请吃饭的道理 就起来对耶稣说 属于耶稣 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 因为你吃神国的饭 你不必付出什么 你只要你肯来就OK了 because when you partake of this heavenly feast as long as you are willing to come then that would be enough 你什么都不用做啊 你不用说什么担心你没有钱 帮红包啊 什么都不用啊 你就是要不要来而已 你就是要不要来而已 you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you do not even have to worry about giving any cash or any present you just have to be present 主耶稣打发扑人出去请 就是主耶稣请你吃饭 请仆人来邀请你 then the Lord Jesus told his servant to go out and invite all the people 就是好像我们在开步道会 这样请亲戚朋友来吃饭 just like we have evangelical services where we invite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come and have a feast 不要讲到木道朋友啦 每一次的忌讳 安息的忌讳 每一次的晚间忌讳 就是在请你啊 请你来吃饭 in fact all evening services and simple services are actually an invitation for you to come to enjoy God's feast 付出什么代价 什么金钱啊 只看你要不要来而已嘛 你要不要来而已啊 you do not have to pay anything no fees charged it is only for you to come 那么这里说 样样都准备齐了 看到吗 十七节下半段 样样都已经亦备齐了 here it tells us that everything is now ready 就是很丰富的神国的宴席 没有缺乏的啦 it is a very sumptuous feast where nothing is lacking 所以你不用担心啦 你不用烦恼啦 你来就是了啦 you don't have to worry you don't have to crack your head you just come and attend 你也不用担心 今天传道讲什么道理啊 明天那个执事讲什么道理啊 你来就是了 这些你不用担心啦 他们总会煮一些菜给你们吃啦 you do not have to worry what the preacher will speak about tonight or tomorrow you just have to come and attend and it will be prepared for you 但是主书说 却有三种人 拒绝耶稣的邀请 Jesus said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eople who will reject him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个道理嘛 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他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就不能过来的吗 来吃饭的吗 你发生到他们的借口真的够烂 他们的借口他们的理由真的是够烂 你要用借口 你要讲借口你要讲好一点的借口嘛 对不对 我为什么说他的借口很烂 他说主啊我刚刚买了一块地 我需要去看看 你骗我们没有买过地 没有买过物质啊 你买一块地啊 哪一个人傻到不用去看 没有去看的 是付了钱才不给了钱才我现在去看看 有这样傻的人吗 我们买菜啊 买豆芽买青菜都在那边挑来挑戒啊 你看都不烦吗 买菜都要看好不好来啊 买菜都要不 买罐头啊买牛油啊要做蛋糕啊 看来看去看他的日子啊 看这个新鲜嘛 看来看就是一罐头而已啊 看几酒啊对不对 买一件衣服啊 还不是拿来试来穿的 穿的又来试来穿的又穿的又穿那个 你买衣服不是这样买吗 所以花很多时间吗 买一些很简单很便宜的东西 我们都会试一试先看一看先 你买地你不用看的呀 你是在骗人吗 something that is so cheap like food and clothes we will try and look at it many times what about this piece of land 是我真的没有看过 我只是给了钱 给了钱我再看 那就说明你蠢咯 那只能够说你蠢吗 还有什么好解释 if you are really a person who will buy that piece of land without even looking at it and just pay for it then you are a foolish man 但是你是蠢的人吗 我不信 我不相信你是没有头脑的人 第一种人是代表 买地代表他的产业 他是有产业 有财产的人 第二种人是买了五对牛 他的理由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够烂 他说我现在要去试一试那个牛 买了五对哦 买了现在才来去试哦 你买牛之前 你不嫌弃看 不嫌弃试的 等下他是神病的 等下他是 他里面有内伤的 你不用去看 去试的 所以理由也不能成立 这个牛代表工作 牛就是在田里工作 是代表我们的事业 代表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工作 现在很多人拿这种理由 很忙 公司 事业 生意 不能来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了 一模一样的 那第三个又有什么理由 记记住呢 第三个的 比较特别 他说我刚娶了老婆 我想这个比前面 两个更傻呀 这个人 你娶了老婆 刚刚好咯 娶了老婆 把老婆一起带来 吃饭 那不是更好吗 难道不能够 带太太一起来吗 那是更好啊 主人更高兴 那你自己也很高兴啊 你也吃 太太也一起吃 不是很高兴吗 这个刚娶老婆的 她代表什么 代表家庭 分娶是代表家庭 或者亲情嘛 或者亲情嘛 家里的一些亲情啊 叔叔啊 姑姑啊 爸爸啊 妈妈 哥哥 弟弟姐 这是家里的 啰哩啰嗦的事情 这就是这三种人 代表 祭绝主耶稣的理由啊 今天代表我们的产业啦 工作啦 事业啦 家庭啦 就是用这些来祭绝主耶稣啦 这三种人呢 他们有三个共同点 三个一样的 第一 这三种人都有钱了 三个人都有钱了 没有钱你可以买地啊 第二 没有钱你可以买五对牛啊 买一条牛都没有钱啊 买五对 你 can't even buy one yoke of oxen 再来 祺老婆不用钱啦 祺老婆要花很多钱哦 如果你说 传到我祺老婆不用钱的 你介绍我一下 我考虑 我介绍我 介绍我们有孩子的 介绍她一下 祺老婆不用钱的 有没有 其实重点是 大家都有钱了啦 第二 这三种人 第二个共同点 大家都有时间了啦 没有时间你怎么样去 去试你的牛 没有时间你怎样去看你的地 没有时间你怎样去娶老婆 怎样让老婆快乐 这些全部都是要花时间的啊 都要用时间的呀 原来 你的时间全部都是情愿用在世上 用在家庭 用在事业 用在产业 用在赚钱上 你全部都用在那边 你不愿意给主耶稣 所以你说你没有时间 不是你没有时间 你不愿意给主耶稣时间 所以今天不要再说谎了 我没有时间 你没有时间你可以一整天在这个世界 那你一整天在这个世界那不是时间啦 是你自己用在那边而已 那个时间全部给你用去那边啦 不是你没有时间 你没有给耶稣 留下一点给耶稣啊 你全部给自己啊 给世界啊 第三件同样的是什么呢 这三种人呢 第三个共同点就是 三个人都不愿意参加主耶稣的邀请 请问你是这其中一种人吗 有钱啦 有时间啦 而且不愿意参加主的宴席 好 我们最后再讲多一个吧 We talk about one more The message of Jesus inviting us for this new 请看马太福音书22章 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读11节到14节 We read verses 11 to 14 Matthew 22 verses 11 to 14 11 but when the king came in to see the guest he saw a man there who did not have on a wedding garment verse 12 so he said to him Friend, how did you come in here without a wedding garment and he was speechless 13 then the king said to his servants Bind him hand and foot Take him away Cast him into the outer darkness There wi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14 For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那第十节说 那些客人啊 被请的都坐满了 西位上了 都坐满了 这时候天国的君王啊 天国君王就进来看啊 到这个宴会的场去看 突然间他看到有一个客人 一个被请的人 没有穿礼服 没有穿礼服 这个是对那个主人啊 对那个君王是很大的不尊敬 很藐视的一个态度 但是这个王是很讲道理的 他给他解释啊 为什么你没有穿礼服啊 你可以解释啊 he allowed the man to explain himself 所以十二节说 就对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客人说 朋友 你当我这里来 为什么不穿礼服呢 什么原因呢 那人无言可大 没有借口可以回答呀 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回答这个王呢 你想得出来吗 我刚刚好在路上 我要回家的路上 刚好被请来啊 来不及回家 换衣服啊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理由啊 我就直接来了 所以我没有礼服啊 你说的有道理 第二 我有时间回家 可是我家里没有礼服啊 因为我没有钱买礼服啊 我的家很穷啊 就好像现在很多人 没有西装了嘛 对不对 西装要几百块 几千块 好的 要很多钱嘛 为什么不是几十块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人结婚 还是跟人家借的呢 或者跟人家来租的呢 是不是 因为不要花 没有钱去 觉得很多钱嘛 你讲的也是实在 也是有理由 为什么这个人 不回答这样呢 这么傻的呢 我跟你讲 你想到的所有理由 这个人都讲过了的啦 这个人都想到的啦 你以为只有你聪明 人家是笨笨的 你以为人家想不到这种理由吗 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理由吗 Do you know why he had no excuse 因为当时的背景 it is only for them to wear it it is only for them to wear it they don't have to incur anything to buy even to go and take this bedding garment and put it on and you still refuse 大家都不穿啊 只有你不穿啊 你为什么这么过分 你为什么这么骄傲呢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吗 你觉得你不甩这个君王是吗 不管他是吗 所以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心态 藐视这个君王啊 藐视他 不遵守他的规矩啊 We belittle him and we despise him and we do not follow his instruction 23节 王就对人说 把他困起来 丢到黑暗里面去 看到吗 得罪王啦 而且你没有道理好讲 没有道理好解释 你得罪王 这是耶稣讲请吃饭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留意 耶稣请吃饭 但是我们也要穿我们的礼服 一个穿好来去见主耶稣 去吃饭 知道吗 简单说 这个人故意不遵守调规 王的调规 他故意我不遵守 调规不是很多 只是要拿来穿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 there are not many rules and regulations it is only to wear that wedding garment that is all 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let us turn to Hebrews chapter 10 我们读2627 2627 Hebrews chapter 10 verses 26 to 27 for if we sin willfully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there no longer remains a sacrifice for sins but a certain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fiery indignation which will devour the adversaries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吃饭的规矩 赴主耶稣的规矩 规条 若故意犯罪 故意不遵守 故意的哦 不是你不知道哦 赎罪的记就没有了 once we have received this knowledge of the truth once there is laid out on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attending this banquet but if we continue to sin willfully and deliberately then there no longer remains a sacrifice for sin 那27节就说 唯有绝聚就是 战战兢兢等候审判 还有那烧灭众人的烈火 绝聚就是第一的勇火 没得讲的 没得解释的 and the consequence is only this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the fiery indignation 那故意犯罪哦 它的重点 故意不穿礼服哦 我故意的啊 我就是不穿啊 怎么样 耶稣赐我啊 耶稣骂我啊 耶稣审判我啊 讲大神一点啊 再讲多一点啊 那如果你这样你就不要来嘛 你既然来你就要穿礼服嘛 要规规矩矩啊 if that's the case then he might as well not attend the banquet and if he wanted to attend then he has to be prim and proper 所以既然已经接受了主 成为你的主 成为我们的神 你只要遵守他的话 照他的规矩来做 since we have accepted Jesus as our savior let us follow his teachings and keep it in our hearts 好 耶稣请吃饭 Jesus invited us for this meal feast 你看到的什么呢 what is it that you have seen 那么我们明天 南极日 我们来分享 请耶稣吃饭 tomorrow sabbath in our morning tomorrow in our service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topic we will be giving Jesus this feast 你有请过耶稣吃饭吗 have you invited Jesus to this feast 你请耶稣吃饭 耶稣吃得快乐吗 吃得高兴吗 the feast that you have shown for Jesus was the Lord Jesus happy 我们来唱诗 再唱四百二十一首 we sing again hymn 421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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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